今天我们在谈言结经 我们昨天讲到 这个人的身体 是由四大气甲合 也就是地水火轰 那么六根就是眼而比蛇生意 假如四大分散 那么这个六根也就会没有 那么六根眼而比蛇生意 一般人都认为那就是心 其实这个心也不是真实的心 那由这个四大甲合里面 我们又可以看出来 这个佛陀本身在教我们这个不敬观 我们昨天就谈到这个不敬观 第一个就要做死想 人都会死的 那么死的时候是很难看的 那么这个死呢 有很多这个行则啊 都是把这个死字写得很大 那么贴在自己的床头 那这样做什么呢 就时时都想到会死 那么时时想到会死就是在警惕自己 那么今天呢 说不定上了床 明天就不能下床 半夜听说还有一种病呢 叫做睡眠心脏 这个停止跳动的这个症 睡眠了好好的睡了 这个心脏还会在睡觉当中会停止 那搞不好停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你就下不了床 所以一个行则啊 应该讲起来 天天要警惕自己 是除早会走上死这一条路的 那么我们啊 有一个记啊 是这样子写啊 就眼看他人死 再来呢 我心热如否 再来呢 他不是热自己啊 看看轮到我 不是热他人啊 看看轮到我 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死了 你不要去想是什么回事啊 或者是别人死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有关系的 因为再来可能就轮到你 应该做死想的话就很容易有出离心 那麽昨天 那麽昨天 那麽他已经挖好了洞了 准备要埋葬了 但是还没有人 也就是说等明天要葬礼 但今天已经挖好了 地已经先挖好 那麽有这个罪鬼啊 那麽有这个罪鬼啊 从这个乱战钢喝酒醉 醉得很厉害 烂醉如你 就走走走走 不小心就掉到这个坑里面 那掉到坑里面呢 他一直就往上面爬 爬了半天爬不起来 因为他实在是醉得太厉害了 就爬了几次这样 一次爬也爬不起来 第二次爬也爬不起来 他觉得说算了算了不用爬 就躺在那里算 欸 隔来一下子 又来一个罪鬼 就是第二个罪鬼 他也是喝得这个烂醉如你的 那麽从这个乱战钢这边经过 他刚好他也掉下去 就蹦他也掉下去 那第一个罪鬼躺在那里 看第二个罪鬼掉下来 那麽第二个罪鬼呢 也一样跟他一样啊 往上爬也爬不上去 他也是喝酒喝得很厉害 烂醉如你啊 所以他爬不上来 然后爬了几次 那个第一个罪鬼就看了就好笑 就跟他讲说老兄 你不要那样子 那麽认真地爬啦 没有用的 爬不上去了 不要白费力气 想不到这个第二个罪鬼啊 一听到这句话就 砰一下子就爬上去 他一下子啊 他就爬起来了 马上这个很大的力量一弹 我就跳上来 那麽爬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以为他异道鬼了 因为他以为他异道鬼了 明明他是只有一个人呢 他说我当然爬了要命迹啊 后面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老兄啊 不要爬啊 不要太悔劲啊 他一听他就爬上来 这个有两个意义在这里 第一个意义啊 人都怕死人 都怕鬼 第一个就是他怕死人嘛 他不知道这个坑里面还有别人躺在那里 躺着还会讲话 所以这第一个怕鬼 人都怕鬼 鬼为什么可怕 死相难看 一定是很难看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道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经常做死想 你就有出力心 那第二个 他为什么会 一下子就蹦就爬上去 这个人有潜能啊 潜在的能力很强 平时搬不动的东西啊 真正挤起来 他就搬得动 本来爬不上去的 真正一挤一下 他就 就很有力的 蹦就跳上去 而且跑得比什麽还快 那这个 他有他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那麽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讲 人 怕鬼 鬼 鬼 爲什麽可怕 因爲是死相难看 所以我们 啊 这个 经常有一个用 一个死字 来警惕自己 那麽第二个 那麽第二个 我昨天又讲到这个 这个脏 啊 就是这个肿啊 这个人的年纪 这个大了 他自然 会变形 一变了形 他就是很难看啦 经常要做老想 也等于是说 你已经老了 那麽老的时候是什麽样子 还有什麽 可以值得留恋的吗 啊 青春啊 一过去啊 像我来讲起来啊 我以前也很青春的啊 对不对 也很阴静潇洒的啊 我一看我自己的 以前的这照片 就 看啊 不错呢 还满不错的 而且这五官也满清秀的 那个头发也满秀气 看起来的话 觉得圆满爱自己 但是现在看自己呢 就 差强仁义了 差强仁义就是说 啊 麻麻地 啊 就是 还算可以而已啦 现在看自己就是这个样 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呢 啊 我现在是在修炼 啊 在修这个气 那么 做金刚拳 那么 我是有 因为我自己懂的修法 啊 我自己很想把它修的 啊 这个皮肤跟二十几岁一样 这个体力也要跟二十几岁一样的 啊 我有那个毅力啊 我可以把它修成这个样子 把这个时光啊 停留 把时光停留在二十几岁 体力保持二十几岁 包括身体的种种 机能 器官 包括你自己的精气神 全部都停留在二十几岁 那么修出来就是童岩赫滑 童啊 这个面孔还是小孩子的脸 那么这个头发都已经是白滑 常常叫童岩赫滑 赫滑是白的嘛 赫滑的意思就是整个头发都是白了 明明看起来头发是九十几岁 但是面孔还是洋娃娃的面孔 我现在是在修炼啊 在修这个气 那么做金刚拳 那么我是有 因为我自己懂的修法 我自己很想把它修的 这个皮肤跟二十几岁一样 这个体力也要跟二十几岁一样的 好我有那个毅力啊 我可以把它修成这个样子 把这个时光啊 停留 把时光停留在二十几岁 体力保持二十几岁 包括身体的种种 机能器官 包括你自己的精气神 全部都停留在二十几岁 那么修出来就是童岩赫滑 童啊 这个面孔还是小孩子的脸 那么这个头发都已经是白滑 常常叫童岩赫滑 赫是白的嘛 赫滑的意思就是 整个头发都是白的 明明看起来头发是九十几岁 但是面孔还是洋娃娃的面孔 我们行者要有这种精神才可以 以后你们好好的学的话 看你们乖一点的话 教你们这个盘老还童话 呵呵呵呵 每个通通年轻 那么就不会肉松 呵呵呵 就不会永种啊 肉松啊 就好了 对不对 每个人都青春 这个都是好现象 不过 当然我们晓得 我们人老的时候那一种样子 要实时做自己的这个老的时候的想法 就会有出离心 那么第三个啊 这个佛陀叫我们不静观 其中第三种叫做 移叫清移 清移啊 应该是谁最懂的清移 清移啊 台湾话叫做黑青 黑青 黑青啊 黑青 这是打黑青 那打黑青 臉黑青 身体 被打了以后就会黑青 应该我想是连汉上师 你要最懂 我为什么要讲连汉上师最懂 因为他经常把火罐 他认为把火罐很好 把火罐是什么玩意 就是说 把身体里面的这个脏的这个气啊 身体里面的血 不好的血 脏的气 用把火罐把它从毛细孔抽出来 是不是这样 那身体不好的这些 那个阻碍的这些 然后把它抽出来 那把火罐一玩的话 一做好了 这个拿起来 那整个那一块就是黑青 就是清移 那是很难看的 这边清一块 那边清一块 那边红一块 清一块红一块 全身都这个样子 那连汉最懂的这两个清移 因为他经常把火罐 他说 把啦 会有颜色 我说 当然有颜色 那个血啊 你那个 那把他捏一下也有颜色 给他这个捏一下 肉也会 也会黑青啊 怎么会没有颜色呢 这个颜色出来 那个算是 应该是这样子嘛 不会说捏了半天 不会有颜色 他说 他说还有一些那个黄色的水啊 会从皮肤这个孔给它抽出来 我说 当然也会啊 因为我们这个汗线会流汗的 本来这个汗在里面 你用吸的当然把那个汗水给它吸出来了 那个也会吸出这个汗水出来 不过这个清移啊 要观想这个你前身啊 这个红的一块 粒的一块 这个也很容易产生出离心 因为这个人本身是不净的 包括这些血啊 这些汗啊 水啊 包括你的皮肤啊 我们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黑青啊 打到啦 怎么样子 肿起来了 都会有这种现象 另外还有一个是 第四个不静观 要想这个烂 皮肤烂掉 我记得白骨观也有这个烂 这个烂 这个白骨观想这个烂 是从这个脚趾头 先腐烂 那个白骨出来 那个肉都烂掉 这个也是佛陀讲 佛陀教白骨观的时候 也教这个身体的这个烂 我曾经啊 这个 帮人家治这个皮肤 发福帮人家治皮肤科的病 那时候很多的这个人来找我 也有一只脚烂的跟那个 好像是说 这个皮肤啊整只脚怎么形容呢 幾乎没有一分一寸的地方 是好的这个肌肉的 他用一个布啊给他裹起来 我叫他打开给我看 这一打开啊 那个肉啊全部都是烂的 他看起来很恐怖的 我还看过那个蛇癌 舌头障癌 他嘴巴含着嘴肿的那么大 我说你舌癌 让我看一下 他把口张开 把舌头往上张开 哇 那舌头底下 那个烂啊 一个大洞啊 那什么东西在在那里面 看啊很恐怖了 我几乎什么什么东西我都看了 因为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每天三百个人来找我 什么毛病都有 单单一个烂字啊 皮肤烂掉我都看了很多 很恐怖了 所以佛陀也要叫我们这样子想 想你自己的皮肤烂掉 这个就是很恐怖了 这就是不静观 那么还有坏 你知道什么坏吗 当我们人啊 这个器官坏掉的时候啊 或者哪里器官不对了 肺部积水了 肾脏结石了 甚至于这个肾脏啊 它的功能啊 完全湿气了 心脏本身漏了 心漏了 那么肝啊 硬化了 这个B脏 它的功能也消失了 胰脏 好 甚至于 甚至于 整个的这个 这个消化器官 胃 它穿孔 十二指肠 出血 这一种坏 这一种坏想 佛陀教你 用坏想 这个坏 这个坏想 这个坏想很容易产生出离心 用坏想 用坏想 这个坏想很容易产生出离心 有时候人有病的时候啊 它完全就是 它完全就是 对世间一切的功名利路 它能够放得下 它那时候只是求 只要我的病好就好 我不需要什么钱 什么名啊 这个官位啊 当你身体在有这种坏的现象 产生出来的时候啊 你一般的这个念头 一般都是万念济灰的 这个时候很容易挤花这个处理心 所以不尽管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坏子 以前有一个病人来找我的时候 就这个样子 我什么都不要 师尊帮我治好 我一切 我可以 我做些善事 我建寺庙 做菩提事业 我都可以 我发现怎么样怎么样 就真正把它治好以后 它就忘掉 它就舍不得 现在又在 又在它的商场里面奔波啊 这个又是要钱啊 又是要名啊 又通通都出来 又通通都出来 但是时时做坏想 这个对我们行责是好的 有一种挤花的一种作用 让你能够真正的去认真的去修行 那么从 从想 这个从想应该是常知最清楚 我不是讲说你身上长虫 因为你经常跟我讲一个故事 你们剃肚的时候啊 其中一个同门 烧戒巴 就烧三个这个戒巴烧在这里 它又烂掉了 这烧戒巴很容易烂掉 奇怪这个佛的这个伤的力量 很难给它消炎 那烧了三个戒巴以后 它经常烂 那么把它制好又烂掉 台湾话就是金包金 就是那个花盐在里面 表面上虽然好了 但是真正的花盐是在里面 什么从想呢 它不但烂掉喔 皮肤不但烂喔 这三个戒巴烂到最后变成一个戒巴 变成一个大戒巴 不但一个大戒巴喔 它还用水器给它洗 用清凉的水器给它洗 水里面有细净 就 这个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肉里面 结果呢 还长出虫出来 这个戒巴里面还长了几条虫 在里面这个戒巴上面爬来爬去 这长子讲给我听的喔 它不是它啦 不是它自己 不过我看它三个戒巴也变成两个 也是好像烂一阵子 一定有烂过一阵子 才会变成三个戒巴喔 不清楚剩下两个 不过它到最后啊 这个虫还越长越大 那白色的虫耶 那个那个弟子心地很好 还不错的 那位戒弟子啊 他就把这个 这个虫啊 轻轻地抓起来 拿到草那边去放生 他的戒巴长虫啊 他还抓这一条白色的虫 说要去放生 你看 这是虫想 这是虫想 这个人死的时候啊 或者他的皮肤坏掉 花园 就有虫的 我听说那个牙齿啊 那个牙齿底下 还牙笼底下 还会长虫 这都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人本身身体死的时候啊 或者皮肤坏死了 或怎么样 会长虫 以前有肾脏病的病人 来找我 肾脏病啊 是经那个身体水肿起来啊 他身体发臭 那么每天啊 那个 康复他的人啊 还必须要给他翻身 还要给他做运动啊 好像推拿 怎么样子 或者他皮肤啊 因为睡的那地方啊 靠在床上久了 他会烂掉 烂掉 还会流龙 这里面也叫血龙响 流出来那种龙 血龙响 那个必须要 把他这个 翻身 还要把龙擦掉 再加上消炎粉 要处理 所以人有病的时候啊 会坏 会血龙 还会有虫 还有鼓响 这个鼓啊 也会跑出来 会见到鼓的 烂到最后 还会看到鼓的 要做分解想 分解是很痛苦的 分解当人死的时候啊 四大分解的时候啊 那种苦更苦 先由地开始 像好山奔地裂一样 再有水 再有水 再进入这个水 就是跟着血液行凡 血就停止 再由温度 温度就消失了 再由气 从气里面出来 那么这四种现象 都会产生很大的震动 令你非常的痛苦 这就是人死的分解 这就是人死的分解 依照着大地震 那么水淹 佛坟 那么跟着气啊 这个种种种的这个恐怖的这种变化 有四大分解 那这个现象啊 都是很恐怖的 所以这个佛陀教我们 啊 不静观里面 也要做分解想 做骨想 这个看到骨 烂的看到骨 做虫想 全身爬满了虫 做血龙想 全身里面都是很污秽的这些心血 这个流出来这些龙 做坏想 做烂想 做轻衣想 做总想 做实想 这个就是佛陀教我们的 啊 不静观 那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叫 《金谷奇观》吗 《金谷奇观》 那《金谷奇观》 其中有一篇是 《卖油兰独占花魁》 《卖油兰独占花魁》 这篇谁看过 哇 那边有一个人看过 他就是 也就是《卖油兰》 到最后去 忠仪 集到一笔钱 那么去看他这个心仪的 这个女的 那么这个女的本身来讲 是喝酒 是喝酒 那一天晚上刚好是喝酒 喝醉 那么上床 上床的时候就吐 吐出来 啊 就吐出来 就吐出来 这个《卖油兰》 哇 真的对那个女的真的是很好的 他用自己身体啊 那个好像说穿的那个最珍贵的衣服 去玩 就是去把这个他吐出来的东西啊 就放在他的衣服里面 就抱着这样子过一个晚上 啊 当时 那个女的本身来讲起来 他躺在床上睡啊 他吐了 不知道 就吐了他前身 然后他还把他包起来 很珍贵 结果到最后 那个女的问他 被他感动了 他就问他说 昨天晚上我吐 他说是啊 吐了 那吐的东西呢 吐的东西就在这里 就在他的身上啊 大家想一想 佛陀要叫你经常想这个 这个很好的食物啊 很好很妙的食物 很香的酒 很好的食物 一下肚子 一出来那一个味道啊 跟那些东西 那些残渣 那些呕吐出来的呕吐 想一想 真的是多噁心 美好的食物下去 居然会变成那种东西出来 在很多弟子问世尊 这个我们进到厕所啊 这个厕所很污秽 污秽啊 那个附身符啊 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 进厕所 就要把附身符拿起来 不要带进厕所 其实你的附身符 包括你们现在挂的念珠 天天都是在厕所旁边 你附身符 像世尊现在挂的这个念珠啊 挂在这里 你以为我现在就很干净了 其实 上一号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哪里不是厕所 你每天带着厕所走 你知道不知道 你以为你那个附身符很干净的 挂在你身上 观世音菩萨挂在你身上 阿弥陀佛挂在你身上 这佛祖的这个佛牌挂在你身上 你自己以为你洗过澡 你就很干净了 其实隔一层皮就是厕所 你那个东西还不是在你肚子里面吗 那你上厕所不是那个东西才放出来吗 你才清净一点嘛 你平时那个东西就在你的肚子里面嘛 那你这个佛牌是在保护什么 是在保护那个东西嘛 对不对 你以为你念珠这样子挂着很清净 你没有上厕所你就肮脏啦 什么清净 你根本你这个东西就是在吸你的臭汗 你身上的这个臭汗 隔一层皮 就是大小姐的东西 大姐跟小姐 对不对 你有什么好干净的呢 你不用上厕所 你这个东西就已经坏啦 就已经不进了 所以人生本来它就不进了 便不是进到厕所 说不定现在我 我进过很好的厕所 一进去我都不想出来 因为里面好像是丢了钱 它会洒出一阵香水出来 哇香得要命 还有view可以看 那打开窗子 它可以看到这个 有浮有山有水 那么坐在那里很舒服的 这个好像丢一个钱下去 撒一阵香水 很温暖的 那是很干净的地方啊 其实最不干净的地方是哪里啊 就是你自己 佛陀讲的不静观 哪里有一样是干净的 石 脏 瘦 烂 坏掉 血龙 虫 骨 分解 哪个什么东西是好的 这里面也写了 这个 佛 头发 其实 我跟 经常跟人家做生机 我对于自己的头发倒 没有感觉到什么恐怖 奇怪 这个人家寄来那个生机 那个头发 我看了都很恐怖 还有他们剪指甲 我指甲经常保持很干净的 师尊的指甲经常修剪的 这个没有那个指甲那个口 他们做生机 寄来那个指甲 哦 哦 妈妈 好恐怖 而且他不只是手 手上的这个指甲 要做生机 这个都把我那个地灵都给破坏了 他连那个脚指甲他也剪了 他那个脚指甲 那个脚指甲 那个甲 指甲 那个甲扣 不知道几年没有洗了 黑黑的像一条黑龙 跟黑龙一样的 那种指甲之脏 我看了 这样子做生机的 把那些东西寄过来 这个毛髮跟指甲 还好他没有把牙齿寄过来 因为牙齿一定是蛀牙 你看 东南牙的弟子 东南牙的弟子 经常有这个毛病 东南牙的弟子 这个 他的 不到牙痛不看医生 西方人是这个样子 西方人看医生是每半年 一定要 看一次牙科 要检查 不管如何 一定要洗牙 随时牙齿由医生 牙医师来做保健工作 你牙齿有什么状况 牙医师通通都了解 东方人 牙痛的时候才找医生 都已经烂得差不多了 还好他做生机 没有规定牙齿 或者牙齿寄来给我 我通通 我吃不下话 通通都是蛀牙 一定又黄又黑的 然后 皮做 肌骨 都是毛病 还有我讲牙齿 师尊唯一最怕的 就是怕口臭 有一个弟子 他口臭很严重 有一次跟我们一起吃饭 他张开口说话 前面的玫瑰花 全部都垠去 全部都枯萎 他只要张开口一说话 那个气一吹 那个七八朵玫瑰花 全部都通通枯萎 真是熏死人 所以也是很严重 牙齿保健很重要 另外这个皮肉肌骨 都不是很好的 这个脑垂 脑垂啊 另外这个垂炎 鼻涕 溶血 这个昏蜜物 丁液 研磨 还有痰 你知道那个痰都恶心 我看到有人这样随地图谈 我就怕了要死东方人好像比较多一点 你知道那个以前那个李鸿章啊 历史人物李鸿章 他在那个很大的那个 参加那个欧洲的 去参加一个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大宴 很大的一个礼堂里面 世界各国的嘉宾都到 这个李鸿章这个很远的地方 一入门就咳 就喉咙马上发出一阵怪声 然后很远的 就这样咳 就这样 就出去 很远的好像那个飞弹一样 掉到那个地毯上面 这个事情也是在历史上被记载下来 这种事情发生啊 当然这个坛 是不卫生的 在西方人讲起来 我们都不可以随便乱吐的 但是我看到好像是东方啊 有很多这个国家严守 这个会坛 他两个大椅子 中间一个小椅子 底下放一个坛管 土坛了 这个 这个 要真的不好看 这个一定要收的 就是有痰 那个时候有痰也要吃下去 那有关国家体面呢 眼泪也是不好 昏迷物也是不好 大小便利也是不好 这些都属于水 属于地啊 水啊 佛啊 气啊 吧 MV